这盘棋将决是弃子神杀 黄天一天下第一 有人就问他师父是谁 有人说是张强 但是天一好像不承认 那么还有一个师父 大家知道是谁吗 就是庄一亭 咱们看一看吧 这盘棋K方是经典 开局是歇言之路 对飞向 跳马之后 那心气足 红方抢速度 黑方他走了一个怪招 巡头炮 红方如果求简单 打掉之后跟他牵住 是最稳的 但是呢 不一定够赢 所以他决定上马 这儿就用了一切 那么现在 黑方顶住他 这起走得很稳 红方就绕道出狙 黑方他也出狙 出来之后呢 这边上马要直炮 多开之后就出来 红方快速出狙 因为你点进来 他上马也没用 这儿的话 他还是上马 红方就进来吃炮 黑方因为鞠还没出去 被人家利用一下 那么他选择先看住吧 红方现在就冲兵 这个棋就是你要是拱掉 就打马 向掉 这边就吃马 黑方决定补格式 把你赶走 我拱掉你就行了 但对方有一个退回吃炮的棋 这边眼看 三路线要受攻 这炮也要受攻 黑方果断选择弃子 红方为了吃这个炮 也只能打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吃完之后打一将 这边补试 现在黑方进三足 这个棋应该说 可能有点着急 黑方有一个推炮回来的好棋 这个棋打门功力 对方不得不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你正常如果落势的话 黑方刚好可以小速过 和气负马 上去之后又一踩 换还是不换 不换的话 将来是有一个采炮 然后呢 鞠过来抓象的棋 这个棋他不好下了 这个马如果在上的话 看似看住象 黑方有一个平鞠 吃马很厉害 红方也躲去破象 这棋双鞠炮太厉害了 那这儿的话 将来你没办法的 只能保 现在黑方得先出老将 不能直接冲 直接冲的话 向掉你 底线一将的话 将来有一个下底线 想抽 他这儿的话 不管你 你这儿如果打一将 看似吃个马 他这儿有一个将军之后 反彩象 这个厉害 将来你再进的话 这个鞠子平三一杀象 将防不省防 所以这个棋受不了 那么这儿我们说到 他现在这个棋 肯定是不能先重足 先出老将才行 就是避开对方这个棋 不然你踩相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棋 你就没棋 然后呢 对方 想对局也对不到 贫足党 如果你进兵 不让你吃的话 他马上就过去供你 这儿一走之后 穿江 跟刚才的棋就不一样了 但你再走这个的话 打一将 就把你吃掉了 这些也没有反击 其实这边黑方 已经是大正优势了 所以的话 这阻止 应该说是比较凶狠 对方这个棋到这儿以后 你强行上马没用 换掉的话 他也打 这边的话 你还要飞向 到这儿如果直接吃 对方可能打上一个 双举线杀棋 这边对完局之后 棋还一个子 红方贼位置好 黑方举炮被吊着不舒服 所以黑方需要先看一下 让你走这个棋 然后再捉 你这样打的话 如果直接吃 那肯定还是一个道理 现在双举线 然后你出老将 一将把举一队 这边老师牵住你不舒服 那到这以后 其实黑方他可以围而不打 他怎么下呢 这个时候 他可以平局先手泪 这是关键 吃着马 你不走再吃你 那你要逃的话 看着不错 这个老将一出 这边就是一个杀敌室 受不了的 所以到这儿 对方确实是不好下了 所以说推炮这个棋 对方不能落势 这样的话太消极 等着挨打不行 他得先上 这个棋的次序又不一样 到这之后呢 你现在换棋就没事了 因为对完之后 这边门宫可以飞向 穿江的话始终可以对居 那么你在 一吃炮都有对居 你不能一将一桌 最终对完之后的多子 你就会有顾忌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 其实黑方可以点江 试探英手 如果落势 将会有一个穿江 非常厉害的手段 将来枪行弃子 对方一吃之后 去到底线 瞬间成杀 因为这个棋棋跑不了了 到这儿的话 你无论怎么走 他就是左右摆圈 这马上就双举错了 肯定跑不了 所以这个棋要注意 这儿有手段 这儿点江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对居 不能够利用 如果黑方要利用 他这儿有个霸王 就可以对居 就这招一起 你现在去踩这个兵 就不成立了 吃掉你下去 就马上对居了 所以这儿不行 但是黑方可以过来吃马 同方只有躲 他退回就行了 你要对居就对掉 对完之后把马一打 追回一个狮子 那就可以下 所以这步 推炮 应该是比较稳妥的招法 先试探英手 有多种手段 实战的话 庄云婷是直接重足 他选择这样一个单一的套路 那虹方就上 黑方这时候退回想吃马 还是贯彻底线穿江这个棋 虹方则是炮打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棋 他就不让你打 你现在穿江 他现在有一个落势 这儿的话 他再将 现在补势 那么这个棋实战是退炮回来了 现在如果走马爬进九 能否成立呢 其实已经试过进签 他现在双军线反而杀你 就有出 然后把你吃掉 你想体现杀他根本没有机会 跳马一将就上 一面一将就要补试 这儿的话再来一将 上市的话 平炮闷杀或者砍中士 他都是个杀棋 下不去 所以到这儿 黑方这个棋就不成立了 那么他只好选择退回一将 红方落实 然后这儿的话是进鞠赶快吃炮 炮退两步再说 然后再穿一将 捕食之后呢 走了一个棋足 这招棋的话 就是把对方引回去 那吃 然后这个鞠过来吃马 如果你鞠砍马 他退回一将把你马拉掉 那这样破相肯定黑方有利 所以红方就往里钻 黑方这时候就破释 这样的话他落实 到这儿继续破释 那现在正常就吃 吃完之后杀一将 出来之后再马一吃 也算腹底抽薪了 那红方继续胁迫黑方 只要把鞠一队 那马炮延定了 所以王天到这儿 很自信 结果呢 庄玉廷走的一个 局势平五 没给他机会 所以红方这棋 能走就是把马先挡住 找机会 守住河口 想办法对兵活马 这个棋可能会更积极一点 实战的话 他是走的一个炮平七 这边的话 黑方就钻进去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棋他 掌局 黑方是甩过来 正常的话就得挡 走马三退伍 其实这个棋 有点草率 结果让黑方就钻进去了 到这儿的话 他进来 人家把中兵给吃了 这个棋跟 2019年个人赛 王天一 弃子杀郑维通 那个棋点像 同样的话 那盘棋是王天一获胜了 这盘棋的话 庄玉廷追杀王天一 别看你多子 所以呢 说庄玉廷 也算是王天一 半个师傅 五年前啊 庄玉廷用这个棋啊 弃子追杀王天一 王天一学会之后呀 五年后呀 又弃子追杀郑维通 郑维通没想通呀 你敢弃子杀我 原来是德鱼这盘棋啊 到这儿的话 一抓 他退回 这还将你抽了菊 没办法 你再吃的话 他退回踩泡了 反正你吃不到他 他飞向抓一下吧 那就挑将进去 这边啊 看你怎么走 那现在这个棋 他选择出老江了 然后呢 这儿啊 居往中间 要破相 一旦你吃相 芭蕉马呀 太狠了 对方的话 就退去运手 这样的话 居就点进去要吃兵 到这儿 他赶快就逃马 结果顺势把兵给扫了 然后他这个棋 走的是上马 这儿的话 摁住他 所以你虽然多子 你受功呀 这就是为什么 王天一敢 气子 绝杀 郑伟统了 原来是这个 师傅 庄一亭教得好呀 这上来之后 要杀齐 人家知个事 甩开之后 吃退回 到这儿的话 退回 吃 所以现在其实 黑方 又是更明显了 这多了三个足 你虽然多个子 确实像 确实是一个 很痛苦的事情 没办法的 现在要破相 对方赶紧守 到这儿的话 他也没有飞向 而是先过足 温水煮青蛙 上来之后 平足 就问你吃不吃吧 你是杀一家妈妈吃的 所以这个棋 王天不甘心吃 他决定就是 平炮 顽强苦战 有一个上马踩鞠 厉害 先拱着鞠 那么这儿正常 是要上马踩鞠 跟实战也差不多 他可以平一步 你还得走鞠 所以他先走鞠 这样的话 他就退回 你再上马 骑士 相当于 他这个鞠 先防了一招 然后把试一步 现在你的马上不来了 然后这个鞠 炮退一步 先把足小掉 这儿的话 这个马就退回了 不给机会 先去盯着马 那这儿的话 黑方就只管冲了 红方平居 想吃 黑方他就退回 给你换一下 这招现在看似是对马 看似是交换 其实你换之后 拱一将一吃就完了 那你要吃足的话 白丢个马 那也不行 所以的话 对方不甘心 就往里跳吧 这儿的话 黑方就拱掉他 红方就出 这一顿顽强 黑方就拱了他一将 对方就上来 黑方上马一将 你要是鞠砍掉 那是输起 因为你卧槽想偷杀 将军他可以电鞠 杀不死 所以这个鞠位就腾好 红方就差这么一招 没办法去砍对方 然后呢 他选择用炮去挡 到这儿的话 顺手给他吃掉 应该说 黑方也是 简化了局势 不给你纠缠机会了 你也别将我的 到这儿以后呢 他进去盯着炮 就看你怎么走吧 你要打下一将 吃那还俩住那也不行 所以对方就涨 涨的话 黑方进足去围 红方就想我炮进一 黑方到这儿的话 是点了这么一将 退回以后 他退两步 那红方再涨起来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现在将 他这里进来 可以做你的祖耻 那这儿的话 他就平 平到右边去了 然后呢 他继续做 想把地方赶出去 找机会想脱身 这儿他一将 索性就不让你脱身了 那这里他怎么走呢 正常是进足 结果他走了一个 居四平五 就是神呀 那对方就有错 看着施足 你走足 人家将把居抽了 那常理的话 应该将一居 找机会过足 慢慢围就行 但庄玉庭 走了一个 惊天妙手 飞向 这个其凶狠呀 你不想抽我居吗 我向一飞 你动不了 那这儿的话 就算你把这个吃掉 将来人家 过一个足就赢你了 你现在你 最多可以抽一个足 这还有一个足 所以你吃掉两个足 他还多这么一个足 所以刚好你没吃相 守不住 所以这些 走去恰到好处呀 这招起 一招就毙命了 所以王天妙到这儿呀 想吃 但是赶紧吃了徒劳 就直接认输了 这盘下 庄玉庭获胜 太狠了